安静安静啊 上课了 同学们 哎 热人听讲 说你呢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 温馨的提示一件事情 时间6月9号 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19点30分 干什么了 我 周老师 在哪里 在2024永远22 哔哩哔哩 毕业歌会啊 重点记好了 在毕业歌会干嘛 等你 好吧 2024 哔哩哔哩 毕业歌会 我们都会带着毕业惊喜 等你哦 下课 记得不要忘了啊 周深演唱的 刘依菲主题曲《玫瑰的故事》 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 正式上线 我是歌手周深 我为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演唱的歌曲《风吹过的晨曦》 已经在酷狗音乐上线了 记得来收听 听歌之剧 两不误 我在酷狗 这声音如同清风般 温柔又细腻 也如同晨曦明亮温暖 却不刺眼 更唱出了黄一梅和张国栋这段 坦荡而炽热的爱情新路 纯粹治愈 大家听了吗 8日的零点 周深全新单曲 三餐四季同步上线 这是一首充满人情味的歌 周深温暖细腻的歌声勾勒着绵长的记忆 感慨着如流沙般消逝的时光 三餐四季照亮了前方未知的路 有人说听着听着就哭了 好像在唱周深自己 又好像在唱每个听歌的人 昔日的熟悉场景早已物是人非 未来的路三餐四季慢慢荡 只想说你听哭了吗 周深忙着演唱会录着综艺 发着专辑 参加周晚会 然后竟然还一天之内发了两首新歌 这是怎么做到的 替人也熬不住吧 不得不佩服周深 再说周深6月5日刚刚上线的 毕业歌去明天 B站官微7日连发三条微博 at周深 为9日即将直播的毕业歌会造势 其中两条是周深去明天的宣传 一条是声名唱跳少管我的 而新华社和新华网也分别爱的周深 以周深新歌去明天为BGM发了高考暖心瞬间 和明场面的视频以及微博 6月7日 新华网手机版发布了周深深圳演唱会报道 文中这样写道 近日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成功举办了周深9.29赫兹 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落幕 周深以其天爱般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 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与追捧 因为周深演唱会实在太火爆了 让某些人又又又破防和又破费了 最近破防的有点多哈实在抱歉 最近好像是因为周深去联合国总部演唱了自己三首代表作 还有五大顶堪销售额Cosmo历史前三 还有周深新专辑反身带此QQ音乐单平台24小时破2500万 最后就是周深是内地最年轻体育场巡演歌手 开票秒授庆一票难求 就这你跟我说他演唱会都是空座没人合唱 粉丝说难道我们都是鬼吗 主办方也表示虽然天气不尽人意 本场演出依然作无虚席全场爆满 高尚作律最见证大家对本场演出的期待与支持 也再次感谢每位乐迷对此场演唱会的支持 就这纸上依旧只能用通稿复制粘贴字都不带改的 就不说他们笑话了 我们来听听粉丝们的潮震汉的大合唱吧 这是由神传在你的眼泼 一眼以后 一眼一落 玉尼先 《大爱每一把一把一把》 《大拳》 毒 ill震中却准备则 终奥残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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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